中央社好趴 深情宽宽的文化普拉斯 只是台湾底蕴 全球五大洲30位特派员 跨海分享新鲜事 空中小客厅 无话不说 让你耳朵超级趴 本节目感谢 指风车文教基金会 永续行动即刻做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央社好趴节目 这里是文化普拉斯 我是节目主持人邱祖映 我们今天第二次出外景 Podcast出外景 我们不是独创啦 但是我们也算是小小的创举 第二次我们来到了 国家戏剧院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其实是到人家家里 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是 台北国家两厅院的 艺术总监刘依如 依如你好 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祖映好 依如这么大的一个厅堂 已经有快三十年的历史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哇 可是我们在台北这么久 或者台湾的人觉得 好像习以为常 但是它其实有很多宝藏 很多美港 我们今天就要请你来帮我们 好好的 这个这里面有什么彩蛋 什么请你帮我们介绍 比如说这里听说有藏一个什么东西 应该是这样说 其实因为两天院在盖的时候 刚好是这个在台湾的历史上来说 它都是一个在很特别的时期而盖的 那当然你知道他当初盖的时候 是因为这个先总统蒋中正 他那个时候的为了纪念他而盖的 那那个年代的台湾 其实说起来盖建筑物都是件大事 那天院说真的 那个时候就花了七十五亿 你想想想看 三十五年前花了七十五亿去盖的一个场馆 你就可以知道 它真的是非常的细致 那只是有些时候 因为大家它的外观看起来 大家都老戏称它是大庙 所以一时之间就会忽略的说 我常说它是一个工艺极品 那个真的不是现代的新的建筑物 可以比的一些工法跟它的建筑的方法 或者是它当初在筹建的时候的那种精致的程度 老实说是现在的建筑物 新式建筑物有时候没有办法跟得上 是就好像说我们现在想到 这个国表义三个场馆 台中歌剧院魏武营都觉得 哇好现代 好像是那种很外太空来的 太空船开到这里 可是在三十五年前的两厅院 我们把它弄成一个很复利堂皇的 像庙 像这个宫殿的 对 但是它反而造教了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表演的处所 几乎没有这样子的建物 是 这个已经是独一无二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场域 要长成这样真的也不容易 我好像有访过一次 应该是一个意大利指挥家来台湾 Ricardo Chai 他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他受访的时候有特别赞叹了一下两厅院的建筑 这真的值得赞叹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用那样的心思 或那个时代 你知道那个时代还有荣公处啊 所以它是荣公处 你想想看就是同样的盖中山高速公路的那样子的建筑团队 来盖这样子一个剧场 你光想就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那个认真的程度啊 我觉得是了不起 这个就放在我们台湾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来说的话 它也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建筑上的一个重要的成就 那就遑论它的内装 或者是它的内容物 这个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整个整体的文化发展上来说 都有非凡的意义 因为我听说我们现在站的地方 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东西 请您可以说一下吗 这个是我们的大厅嘛 然后你看到它是黄色的大理石 好 这个大理石的来源是意大利的一座矿山 就是不能随便改 花文要对到 所以直接把矿山整个包下来 包下来之后送到台湾 再送到花莲去加工 因为大理石工厂在花莲 它在加工的时候 每一片都要先编号 所以回过头来 它要拼花文的时候才拼得起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柱子 我每次都摸着这个柱子 内心激动的摸这个柱子 有这么激动 真的很激动 你看哦 它的花纹是一路对到顶的 是是 你看这个事先要做多少缜密的规划 它才有办法一路对到顶 对 所以不容易 然后这个大理石因为 现在药也没了嘛 所以就当初包下来的 我们只有一些备品 然后呢 也没有办法换 所以它要能够在35年 仍旧维持着 你怎么看都觉得 它没有太被岁月给侵蚀 是因为我们要花非常大的力气 来维护它 所以不只是那个时候盖 要用力气 后来的维护 也需要用大量的力气 跟人力物力 它都没有得替换了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 几乎都是补 你帮忙地上也是啊 也许有人就会问说 那干嘛不用台湾大理石 是这样子的 待会我们进厅里面 你就会发现 台湾大理石用在厅里面 外面用的是意大利 为什么意大利呢 因为它是黄色的 台湾的大理石是白色的 那一进场馆 你就不要觉得 好冷哦 这是很难接触的一个地方 所以才会在外面的公共区域 用的都是大理石 意大利的 黄色调的大理石 然后到了里面 我们就把台湾的大理石 就放在厅里面 是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您想要看到 我们现在这个赞叹的画面 请到这个YouTube上 点选我们装饰好趴的 这个专门的页面 可以看到 如果你懒得去做那个动作 告诉你 你下次来到两厅院 一定要好好的欣赏 这个大厅的这些 从意大利整座的矿山 挖下来的大理石 搬来台湾 就在我们的面前 就这么一个例子 其实就 我觉得它是在反映着 那个时候的功法的细致 就是它的要求跟在乎 是这么的高的 所以我才说 现在的建筑 比较难做到这一点 当然种种原因 那可是 也感谢就是那个年代 有人想要盖戏剧院跟音乐厅来 不管他是要什么样的纪念 什么样的人 但总之那个时候 因为这样的一个举动 为台湾留下了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绝对是支撑会超过 一百年以上的一个剧场 一个艺术的中心 那这个我觉得是它的价值 那当然 其实你看两天的建筑 你就会看到 时代有这么一个时代 是中西合璧 因为那个时候要盖两天院 说真的没有人有经验 那个时候没有人 在想说什么叫做专业剧场 还有国际规格 所以当初在盖的时候 我们的经验 就因为两天院说真的是 台湾文化中心里面的 算是后面洞 就是它几乎是文化中心的 最后一座文化中心 所以我们以前的名字叫 中正文化中心 中正文化中心我还记得 对对对 那是后来 这是属于教育部 是 它是后来因为文化部成立 然后所有的文化场馆 都并进文化部之后 我们才改正式的名称 改成叫国家两庭院 那不然你从它以前的名字 就可以知道它是 文化中心系列的 差不多最后一座 或者是倒数 就是年纪最轻的那一座 所以没有人有经验说 到底一个专业剧场 应该长什么样子 然后就说要盖一个这么 以国际标准来盖一座专业剧场 就是文化中心 但是它是专业剧场 大家都没经验 所以那个时候 不要说钱的问题 就是包含到底它里面 应该长什么样子 然后这个到底应该 有什么样的功能 那个真的都要到外面去取经 所以有一大票 那个时候的专业的剧场界人士 就纷纷到欧美各地去看 说剧场应该长什么样子 然后它应该有什么样的功能 然后它最后到底应该 是呈现什么样的状况 那所以如果大家以后进来 就会发现 我们里面是很欧洲式的 就是我们的观众席的部分 就是超欧洲 虽然它的壁画是 是我们的敦煌飞天的壁画 但是它其实所有的设计的底蕴 是来自于欧洲的剧场 那但是你看到外面 我们有欧洲 你看 有没有 水晶灯 是欧洲的概念吧 这个是有什么厉害之处吗 我们先讲 一般人可以理解 就是它是斯华洛世奇水晶 但是你就看它 它是用 就是 华人的功灯的形式去 然后用西方的这个水晶灯的样子 去做出来现在这个中西河壁 这不会是台湾只有这样的做法吧 还是说圆山饭店那边 圆山饭店有没有这样一做 它有水晶灯 但它是不是长得跟我们一样 那确实不知道 但这里面他们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这个感觉也是非常费功 这个很精巧 所以你看它又掉在那个地方 我们现在要维护它 就要用升降低 哈哈哈哈 是是是是 那是一个超大的工程这样子 呃那个如果不好好维护的话 其实呃 就偶尔会捡到水晶掉在地上 哦 真的会这样子啊 会会 所以都不容易 其实是真的都不容易 是是是 但是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圆山 嗯 所以你会觉得我们长得跟圆山很像 对不对 因为建筑是同一个 同一个 嗯 杨卓成建筑师 对对对对 哦 对对对对 哦 然后呃 其实那个时候是净土啊 嗯 国际净土 是 但是到最后得奖的 其实 最后得到这个案子的是杨卓成建筑师 嗯 那主要就是因为他的风格 是 嗯 很特别 很符合那个时代 那个社会的氛围跟需求 了解 所以我们才会长成像是 我们就常常笑说 我们真的还蛮跟 原山好像姐妹馆一样 长得很像 总经理我们是不是 再继续往里面 听众朋友可能听我们刚刚讲了 一大段可能没得想象 其实就是墙壁上 这些大理石 它是一片一片的 但是你要组合起来 不能有的纹路是直的 有的是歪的 有的是横的 所以事前就要非常的费工 去做规划 让它拼起来的时候 它是以整个脉络 我们觉得很自然 而且每一个柱子都是这样拼起来 你看每个墙面 所有的花纹都是连成一气的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 这该是有什么样的工程 才可以做到这样子 现在总监带我们进来到 国家戏剧院里面的观众席 我们现在看到一排一排的 这个椅子 当年我们有立委咨询说 这个椅子为什么一张要到四万块呢 但是它真的非常厉害 可不可以请总监说一下 解释一下 现在我们所在位置是戏剧院 然后其实戏剧院 我们先谈它整体的格局 戏剧院这个叫大陆式的座位安排 也就是我们中间没有走到 你会发现就是整片的过去 然后呢 为什么这样做 我有去再查 跟工程部再查过一次 它其实是因为这是戏剧厅 所以戏剧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接近演出者 因为接近演出者 看戏跟你有距离看戏 那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为了要让所有的人 几乎都可以比较贴近舞台 所以就把这个中间的走道 就可以省了 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人 在贴近舞台的地方 可是因为这样子的设计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是 要让大家进出方便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中间的位置 其实距离很宽 你如果到现在 其他的场馆去看的话 大家大概都会为了增加座位数 所以就一直挤一直挤 所以每个人坐下来之后 他就顶到前面的椅背了 那这样子的话 很像在看电影 对对对 我常常想说 其实有些时候看戏会累啊 所以你要稍微坐低一点 所以两天院的椅子 的规格设计 可以让你有很舒适的感觉 那当然舒适不是只是说 脚的空间大 虽然它很重要 所以老实说 你真的坐下来 前面走人都很方便 假设你真的不想站起来 让位的话 也都不会有问题 可是如果我们缩小了来说 这个椅子有什么特别 它要直到四万 我都觉得四万很便宜哦 大家看到这个是三十五 这个椅架 这个基本架构 是三十五年前的 是是是 我们唯一有换过的是布面 是 因为布面真的要撑三十五年 也辛苦了 然后它大概是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换过这个布面 是 你看这个椅子 首先这个所有的 这个都每一个设计都有深意 你 我们通常现在这样 没人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让它的音响 不要在有人的时候太走钟 所以这个所有的都是反响版 所以连椅背都是反响版 哇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 我们必须要确保 它如果空台 它在排演 它感受到的 跟人进来 坐下来之后 人会吸音嘛 所以我们会改变音场 就是观众进到剧场里面之后 它会改变音场 是 那因此我们必须要它 即便是在空台的时候 它都可以得到一个 还不错的音响效果 所以它可以想象着 如果人进来满子的时候 它应该怎么去调配 是 那这个影响是什么呢 因为以前演戏 是不带麦克风的 那个时候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大 就早年其实 演出 35年前 哇 那时候不带麦克风 是不用麦克风的 所以声音的传导就很重要 非常重要 那当然也就是对演员的考验 他的这个 所以很多学戏剧都在练身体啊 他要练他的发音 他要练他这个讲台词 不是只是口齿清晰 够就好了 而是他能不能传达到 这个听 大家都可以听得到 很清楚的音响 所以即便是说戏剧院 他的音响设计都不能马虎 是因为这样 那当然现在很多演员 其实我们都已经开始用麦克风了 因为他现在有各式各样的效果 或各式各样的要求 那不那么容易的时候 现在戴麦克风是必要的 那只是说 所以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有这么一点想象 说其实是很多人 是不戴麦克风在演戏 音响很重要 所以连位置的设计 也这么的讲究 就是为了让这个声音的传导 能够是流畅的 是没有清楚的 因为每一个平面都在反射声音 就比如说 你看我们刚才讲的 进来的石头就会变成是白色的 所以在音乐厅那边会更清楚 那你可以想象 其实我们所有透过任何一个平面 都是在做音响的反射 那因此 对两天愿来说 有一个人的角色非常重要 叫做声学专家 声学专家其实就是在测量 每一个点 我哪些地方会不会有 这个哪些影响啦 那哪里有漏音吗 有没有串音 或是我们空间的设计 有没有哪里变更了之后 我那个音效会不如当初 所以我们一直都有声学的专家 协助我们在维护 这个细卷跟音乐厅都一样 就是他一直要维护在 那个很精准的那个标准底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门 这个观众席的门也很特别 他是一个一推就出去 是 原因是因为 当然就注意到万一要逃 要火灾 或者是什么 你要逃去 那是一推就出去 可是这个门同时 也有非常好的隔音效果 这个隔音效果 所以我们之前2016年 在大改建戏剧院跟音乐厅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重做门的隔音效果 也就是因为用久了 他就开始漏音 开始落空啊 对对对 会 真的啊 所以要重修 也就是都要让他维持在最好最好的那个规格 是是 回过头来讲椅子 所以 这个一丝四万块 我们要好好的讲一下 对对对对 对 所以你看我们的椅子啊 嗯 他弹回去你不会有 choisでしょう 他其实说实来是非常安静的 但是这个细节还真的很多新的建筑做不到 椅子推不回去 或者是声音很大等等 但是它不是只是了不起在这个地方 因为连布面的选择都要小心 布面要防火 要环保 要它不会改变我们的音场 这个摸起来很舒服 坐起来也很舒服 我来听很多 看很多次 就觉得 这是很高级的看电影 我们好熟悉 这跟电影不能比 跟电影又不能比 真的不能比 对对对 然后因为进剧场 其实就在谈感官的享受 所以就是那第一线 真的这个环境 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那个会有差异 那同样的 你进来你不能说 安安静静的看一场演出 然后你觉得空气让你不舒服 两天会有空调 是真的非常厉害的空调 我们的空调出入口 不是说那个打冷气 从哪里打下来 也不是这样子 两天会空调在脚底下 就在这个 所以每一个洞 这个是空调 这是空调 这像蜂窝的这个是 是 这是空调 所以它的冷空气 是慢慢运上来的 是 所以你不会有一股冷气 吹在你的头上的这种事情 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两天院的空调 冷气是从我们的每一个屁股底下坐的位置 这样传上来 我们都说这个叫专属空调 是 你不必说 冷气是吹到我的头 然后隔壁很舒服 可是我不舒服 这个很VIP享受的感觉 一人一击 那个空调 专属空调 所以你说怎么四万块会贵呢 不会啊 吹空调 天哪 哇 所以 是这样子 贵一定贵在细节 因为细节的设计 才会让使用者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的享受 其实是最高等的享受 就是进来 你就进入到了一个愉快的空间 但是这个空间 不会让你觉得 你要调整你自己去适应空间 而是这个空间是让你进来 就这么的自然而自由自在 然后你会觉得舒服 所以很多人就问我说 怎么看节目会睡着 我说也难免 我觉得这样的话 一张四万块不贵 不贵 因为它还含空调 是 而且一张椅子 你说四万块 可是可以用三十年 对 哪一张椅子 我们可以用到三十年呢 它没有坏 我们没有说 拔起来送进场维修 没有 我们坏通常都坏布面 布面没有好 听说我们的工作人员 还要会 这个 缝面 终身线 对对对 以前 因为大家一直做嘛 就是经常性的做 所以我们的维护工作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来缝布面 因为三不五十 它就会坏掉 所以 尤其是我们在讲 这个 你知道每个人进来 就是一屁股坐下 然后摩擦等等 我们常会就会 特别是那种很热门的位置 它就容易破掉 前面的特别容易破掉 所以我们工程部的工作同仁 常常都是男生 就是大男生 都要来这边缝椅子 哇 这不容易 因为 我有看到一个数字 它是 有六十五万人次 是每一年吗 每一年 每一年有六十五万人次 对对对对 进来两厅院看节目 是 所以这个耗损是很大的 对啊 所以椅子要非常耐坐 然后它有任何的破损 或者怎么样 我们的这个工程 工程部的大男生们 就会开始 这个 对 就就就 要来修修补部 这样 对 是他们的针线 就是不管要管空调 要管建筑 然后其实连椅子的破损 他们都要来 然后每一场演出完之后 就是全面的检查过一次 有没有哪里需要修 有没有什么 哪里弄脏了 我们要立刻的 把它 弄干净 是 弄到好 因为几乎 戏剧院是 我们几乎是全年都有活动 几乎 除了有一些特别的时节 我们会做剧场的维修 跟养护 就是设备的养护之外 那几乎是没有在休息的 所以你可以想见 这个人流量有多少 那所以 如果不是用 一开始就选择 用好的东西的话 它很快就说 就会坏掉 所以 我必须说 其实 当然早年我们看这个钱 都会觉得说 好可怕呀 那个年代 我们就用了75亿 在打造这个剧场 是 可是回过头来想 就 那个75亿 花得真好啊 是很聪明的一个 花钱的方法 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 就到舞台上 好 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厉害的舞台 我们现在已经 走上了这个 国家戏剧院的 这个舞台上 虽然我们不是演出人员 我们这边 除了我们熟悉的 比如说 云门舞集 朱镕镜打击乐团 或者 这个 子风车 还是说 这个唐美云 歌载戏团 明华园之外 可不可以跟我们 也讲一下 国际级最大 最重量级的演出 曾经在这里的一些 大家如果最熟悉的 应该就是 Pinabush吧 是 所以 老实说 两厅院在国际上 其实是有 很好的名声 是 这个也不单只是说 两厅院的设备 特别的好 其实是因为 台北的 台湾的观众很好 是 台湾的观众 就是经过了 这数十年来的 这个 看节目 两成之后呢 他们很容易 跟舞台上的 艺术家产生共鸣 是 那我听过 好几次艺术家都觉得说 在台湾演出 是愉快的 那个愉快是因为 不是只是 我们招待的好 而是说 他演到一半 他就知道今天的观众 是对的 哦 那个 奇摩奇不一样 眼神不一样 我们这个台湾的观众 是试货的 对 他就说 光看那个眼神 跟你感受到的 那个气场 都不一样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 来这个地方演出 是非常愉快的 是 所以也感谢就是 台湾观众水准 因为很高 所以我们其实在邀约的时候 大家能来 他们都很愿意来 都很想来 这样子 是 不过在这个舞台上 有一个说起来是 大家应该都会知道 就是歌剧魅影 哈哈哈 你是要 我们这里曾经演过 歌剧魅影 那个musical 是是 就是那个灯 东盛传说 那个是另外一样 对对对 哇 那一次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创举 因为 比如他演出场次很长 因为光那一档演出 其实就 九万人进来到 洋球院看 是 然后 你刚才讲的水晶灯 没错 我们为了上一次 因为我们自己里面 有水晶灯嘛 对我们自己里面 有水晶灯 就是我们欧式剧场 所以一定这种免不了 但是呢 上一次我们为了要那个 有一个活动式的水晶灯 能够滑下来 砸在舞台上 其实我们在上面有 特别打了洞跟家装马达 因为那个很重 那个水晶灯就一顿重 你知道吗 然后他从上面滑下来 然后砸在这个舞台上 所以那个是一个大工程 那也是 呃就也绝无仅有一次这样 然后呃 观众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反应还蛮良好的 是 所以 这个舞台上 如果要说大家都知道的 我想那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次案例 是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 嗯 你可以看到舞台都一片一片的 是 原因是因为他可以动 嗯 嗯 嗯 这个地方应该陷下去 就是一个乐池 哦 对 有时候会有乐团在底下 对对对 演奏 是是是 芭蕾的时候 或者有一些舞台剧 对对对 他如果 或者是像 呃 我们现在常在看京剧 他有些时候会用 用到乐池 或 音乐剧 现在很多音乐剧 他也用现场的演出 然后他会用到 呃这个 乐团 乐池 这样子 乐池的进口 而且乐池其实很小 嗯 然后我们每次看那个 在乐池里面演出的音乐家 都说哇 好辛苦 因为这个 你们有算过 这个可以容纳多少音乐家 在这个乐车里头 有算过 我有点不太记得 但是确实空间很小 因为他们就是 就是不会是主角嘛 就特别委屈 空间很小 然后又看不到 有时候会看到指挥的头 对对对对 就是指挥会论 但是所以 每次我看到那个 有时候艺术家 就会特别去介绍 乐池里面的乐手 然后我们都有鼓掌 特别用力 就是无名英雄 因为他不是像 舞台中的演员 而且他有委屈在这里头 对对对对 然后这是一个乐池 那有时候用不着 我们会搭乘 搭乘舞台 那大家的演出空间就会大 那有些时候是 大家也没有要这么大的舞台 我们就会架上 活动的椅子 所以就更加几排的座位 这样子 所以他弹性是很大的 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舞台 其实是很深的 他可以让这个除了演出的空间之外 演出的团队他们可以有各种的布景 或者一些机关 他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运用 是不是可以请总监帮我们讲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有没有你说里面 你说艺术家们还会觉得说 这个我要用那个 我要用情味有什么厉害 我们其实有一个那个叫后舞台 后舞台其实平常我们不会用到 因为他可能就是在背另外一个井 然后他是因为他是电动可以推出来的 所以那个等于就是我们一个预备区 那两天院比较 因为他是35年前盖的剧场 所以如果你要跟最新的剧场比较的话 我们就少了一个够大的侧舞台 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 就是我们有一个左侧一个右侧 但我们有一边是小了一点点 这个有一点点可惜 那但是如果要谈国内的剧场的话 他已经是一个设备非常顶级的一个舞台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密密麻麻的吊杆 对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魔幻之所在了 对对对对 去运用嘛 我们曾经把阿克朗吊起来过 哈哈哈哈 所以他可以吊钢丝 对他就倒挂在我们的那个这个上面 沉重很重 那因为景片有的时候真的不轻 所以吊一个人不成问题 就是但是看起来有点令人害怕 就是一个人真的倒挂在那上面 他也要很有勇气 他有勇气 艺术家通常都很有勇气 所以都是我们旁人在替他紧张这样 然后我们本来这个地方也可以是一个旋转舞台 但今天应该不是 今天我们没有把它推出来 但是其实有一个旋转舞台 那旋转舞台就 常常很多人换景就用旋转舞台 他转一个方向 他就是一个什么景 转一个方向 他就是另外一个什么景这样子 所以旋转舞台对我们来说一个很重要的设备 但不是每一个场馆都有办法做到旋转舞台 这个倒是真的 所以我才说很多艺术家进到这里 看到这是一个魔幻空间 我想试试这个 我想玩玩那个 然后去年我们做了一个演出是何长剧团做了一个被遗忘的 他是一个很强调视觉的东西 他是把我们玩到极致 所有的能升降的东西 他全升降能转的 他全转 然后上天下地 从上面下来的 从下面上去 他全用了 所以他是一个很可以让艺术家圆梦的地方 说真的 就这个设备上来说 然后你看我们的吊杆 以前我们好像还是人工吊杆早年 不过早年那个是必然 那后来我们在2016年大整修的时候 把所有的吊杆统统统变成电动的 这个要很花钱吧 花钱花钱 2016那一年我们大概花了6亿 不是打造啊 就是把里面的设备更新了一下 光这样就花掉6亿 可是确实剧场设备日新月异 那有很多 因为艺术家的想象应该很超前时代 那我们既然是替他圆梦的话 我们很多东西其实就走得比较 必须要有这个空间跟有这个弹性 让他们可以使用 这个是必然的 然后 所以其实光站在这里就可以感受到 我们常说其实两天院的剧场不好驾驭 他算设备顶尖 可是这个空间并不好驾驭 所以有很多艺术家在这里就完蛋了 会这样子啊 被空间吃掉 这难以想象 因为我们不在这个行业 所以会有这样的事情啊 会啊会啊 就如果你不熟悉这个空间 你不知道怎么去运用的话 你就会在台上看到他 尴尬局促的地方就一定会出现 他被这个国家戏剧院的气场给吃掉了 其实这个空间就够大到你 如果没有概念的话 你做出来的东西在这里根本可以显得微不足道 它不是要豪华 不是要繁复 但是它的比例必须要是对的 你必须要很能精准的知道说 我如果在这里搭一个荧幕 那这个荧幕的效果有没有大到 我可以让你看这么多的观众也能够感同身受 戏剧这个东西是这样啊 因为你还可以说眼睛闭着 你如果没有那么特别在乎要看到他脸上的表情的话 那你坐远一点 只要那个音场设计的好 都还不成问题 可是戏剧其实很重要的是你真的看到他 你看到他的那个演出 所以你跟他产生共感 所以你会觉得你被带进了这个戏里面去 没错 对啊但是如果说 我们其实老实说 这些年来总是会看到有一些 呃艺术家 有些时候就在这里叠交 嗯 就是掌握不到 你知道掌握不到那个 跟观众之间的距离 是 掌握不到我在这里面上面放的舞台的道具 或者是什么 没有去考虑到这个空间是这么的大的时候 是 你就很容易被他吃掉 嗯 那这个就有点 这是可惜的 嗯 所以常常讲说 其实不是因为两天院特别的富丽堂皇 嗯 特别的你知道建筑绝无仅有 所以他才叫做一个非常难以挑战的剧场 嗯 而在于他确实在空间上 嗯 他会非常的需要 创作者对于空间的概念能 呃空间能够有把握 嗯 或者能够掌握 是是是 所以呃 对艺术家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一大挑战 很多人都说啊 我人生就 我一定要进来 我一定要进来 嗯 那我每次都说 嗯 先想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先想一下 是不是 这个时候适合了呢 是 或者是 你还要累积什么样子的经验 嗯 那你不会在这个地方 跌得太重 是 嗯 然后 这个才能累积经验 但是只要在这边累积了经验 你就会觉得 嗯 在其他的场馆 也许就比较游刃游鱼 是是是 因为他难 因为他太难 嗯 所以就变成 嗯 哇 没想到 就不止 他不是说 漂亮好看而已 其实他有很多陷阱 有很多挑战 对艺术家来讲 他是一个 在更上层楼 超越巅峰的一个门槛 对 而且真的不是因为 他叫国家 什么什么剧场 这样子嘛 嗯 真的很认真的说 他就是在你的艺术的呈现上 是难度非常高的 是 那当然能驾驭就 你就 就人生成就解锁之一嘛 对对对 好 那我们这里先聊到这里 好 我们要开始聊提法了 好 我们就坐下来聊 好 各位听众 我们经过这个 国家两厅院艺术总监 刘一如 为我们这么精彩的介绍 这个戏剧院里面的 这个 很神奇的地方 我们现在马上要请他 跟我们讲 即将在这里发生的 要推出很厉害的一档节目 而且这个是 有历史的 就是TFA艺术界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们三月开始 其实之前我们的周边活动已经开始了 是 我们之前有一个战斗果将的活动 那这个是所有喜欢跳舞的 的这个人都可以来参加的一个 舞蹈比赛吗 是 是 然后 所以周边活动已经开始了 那接下来就会进入正式的演出 那 这一周应该上的 就是一个线上 节目了 是 你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下 TFA有多久的历史的 当初又是怎么样的 一开始 在两厅院 有这样的一个艺术节 TFA有多久 真的是不好意思 我一时之间有忘记 没关系 大概是 十六十七年 所以他说 短他不是很短的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两厅院要做TFA 其实是在那个十几 快要二十年前的时候 台湾有一个表演艺术的淡季 叫做过年后 春天 所以各行各业都是会有碰到这个问题 对对对 都有淡忘记 以前就是春天嘛 那这个你想想看 这跟台湾的补助文化有关系啊 是 因为谁春天 春天是申请专案的时候 所以不会有人在春天演出嘛 那所以春天都会挤到 演出都会挤到什么时候 挤到十月十一月份 不能超过十二月中哦 因为结案压在十二月中 所以你得在那个时间演完 所以台湾表演书记 有可能 somehow他的淡忘记 是跟着补助机制而来的 所以 你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 这样不浪漫 这是公开的秘密 所以他也不太算是秘密 他就是一个生态上面的现象 那所以那个时候就 因为两天院毕竟他有着一个国家剧场的这个身份在嘛 而且那个时候 全中华民国就只有两天院一个国家级场馆 不像现在还有三个场馆 还有台中跟卫武营 对对对对 那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说 那我们没人来申请淡季时候的场馆 那我们自己来办艺术节好了 是这样子开始 是因为这样而开始的 那当然在那个年代 其实大家就会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些 我们以前看这个艺术史课本里面会出现的名人啊 大师啊 就借着一个轰轰烈烈的艺术节 把他们请到台湾来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 什么样的名人来过 Pinaboush啊 林木中志啊 当然Pinaboush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在提法 但是后来他的舞团就会登上提法 然后你说像林木中志啊 什么这些大的作品 大师级的作品 我们就都会放在提法 那那个时候一开始的定位是说 从提法看世界 你从提法就可以看到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师的作品 那所以一开始他的设立是这样子 那慢慢慢慢的这些年来 他的演进就会开始有很多的 这个我们台湾的演出开始上 那因为我们就说 好像提法不是只是我们看世界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是世界看台湾的一个好方法 所以到底台湾有什么样的艺术家呢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作品呢 一个艺术节 maybe是一个很好呈现他们的方法 所以 虽然说十六七年前我们开始做提法 可是慢慢的演进到现在 他就在我们的选择上开始有了一些不同 刚才我提说我们以前都很喜欢看大师嘛 因为没有看过 可是好像听过他们的大名 然后觉得全世界都已经这么红的人 我们应该要知道 那近年来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调整 因为我们想跟欧美同步 就是你在亚维农看到的东西 不要等什么五年三年几年之后 才会进到台湾 他可不可以亚维农演完的下一站是台湾 这个是我们调整之后我们在想的 所以近年来我们在提法上面安排的 就越来越多是 现在比如说欧美亚洲当红的艺术家 就他现在就最红 现在就最受到瞩目 那我们就希望他跟台湾就同步了 所以我们的观众就有机会 马上同步的知道现在 国外在流行什么 什么是现在最当红炸子机 所以近年来我们大概小小的 在这个地方有所改变 但很大一个没有变的部分 其实是呈现台湾的文化创作力的 这件事情 一直都没有变 那我们也常常就是邀请国外的策展人 或者是媒体评论员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他来看TIFA 也就是因为TIFA是一个浓缩版的 台湾现在正在 有哪些创作者正在做东西 那是我们向世界引界的一个 很重要的平台 是是 所以TIFA这个艺术节 它等于一开始 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艺术家们 在做什么 但是慢慢的也变成世界的艺术家们 或世界的爱好艺术的人们 看到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真的 因为你知道台湾 我们因为就是各式各样的风气很自由 那常常我们遇到国外人说 哇 这个你们敢演啊 这个议题你们敢讲啊 我们都觉得说 我们好厉害啊 我们什么都说 什么都敢做 是是是 已经是 俨然是一个艺术之都 其实说真的 其实说真的 我真的觉得台湾在这一点是 是很大的优势 是 就是你知道各国都有 好像不同的国家 因为不同的文化的背景或发展 它有些时候就有一些禁忌 那你也说不上来说这个禁忌 那它真的就是这么的重要 所以有一些艺术家就难以用那个 微话题 比如说你说 同性恋这件事情 其实在很多国家 他们是没有办法 还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班上舞台 没有办法 很多国家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他们就会非常好奇说 你们两天会 或者是说台湾真的不设限吗 我们想想说 好像也真的没设限过啊 我们同婚都已经过了 是是是是 艺术家们的冲撞是很厉害的 对 所以你说 他真的只是在看台湾的艺术发展吗 在一定程度上 他好像也是在了解台湾 到底住在这里的人民 或他跟这个社会的演变 到底是什么 是可以在艺术的呈现上 看到这些 隐性我们在讲的事情 是是是 那今年我们有什么亮点 或者您觉得非看不可的节目呢 今年我们有一个很想推荐的节目 其实是唐美云老师 唐美云老师 他在每年都做歌仔戏嘛 那今年因为也是 好像我记得是他20周年 所以我们就特别邀请他说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做一个 为提法良生定做的歌仔戏节目 对 结果他就跟我们提了一个想法 他又做五则天 然后呢 我们印象中 你知道我们以往 我们那个年代学历史的时候 一定会读到五则天嘛 是是是 然后但历史总是男生在写的 所以在男生史观的笔下 五则天就是一个 很荒淫的女皇帝啊 然后这个 这个暴虐啊 残忍啊 等等等等 这样子 是 可是呢 在剧作家的眼里 他其实就是一个人妻啊 他就是一个人母啊 是是 那他的 虽然说 这个 爱情上 很特别 就是父子 他同时是父也是子的太太嘛 是 那但是 其实他遇到的问题 跟老实说 跟我们现在妇女会遇到的问题 他是个职业妇女啊 你认真这样想 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他会有他难处的地方 小孩不听话啦 老公怎么闹啦 或者是 你知道他有各式各样的家庭问题 可是我们往往以现在 或者是我们留下来的历史记录 看他就会把他非人化了 是 就是好像因为他是第一个女皇帝 因而我们就把他人性的那个部分给忽略掉 是 我们读到的历史一定是这样子 是 好 那所以剧作家就说 嗯 我们这次不看他历史书上的角色 我们看他其实作为一个人 是 他应该会面临到的什么困难 那所以这出戏 呃 唐明远老师演武则天 嗯 他很特别的是他找了 呃 唐文华老师 唐文华老师 是国光的 是 京剧演员啊 嗯 他也要来演歌仔戏 他就 哇 好难想象 他演武则天的先生啊 真的 他就说他不会讲台语啊 是 就是他一个字一个字的硬背 哦 这个很令人好奇 这是卖点耶 这是卖点耶 我觉得 所以这两个 就是你真的去探讨武则天的人性的部分 是 然后同时你看到一个京剧员员 如何卯足了近来演歌仔戏啊 是是 但呃 然后所以故事在写说 他们真的就是做了一场梦 嗯 然后到了地府一游 嗯 然后去解他们人生的难题啊 嗯 这个我觉得 无论你要从 你要从哪一个角度看 他都是一个 超级吸引人的剧本 不觉得吗 对耶 这样听起来好像非看不可 非看不可 真的 真的 更何况其实唐美云老师这些年来啊 嗯 我真的认为他带起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歌仔戏的风貌 嗯 他的舞台是非常当代的舞台 刚才我们不是一直在讲说 啊两天院有很多的这个舞台设备 对不对 是 他真的每一次都用到足 哦 然后你用到足你会觉得 他上一代那个孟婆客栈是不是也是在 没有没有 他那个上他的电视剧 电视剧 他上一次在两天院做的是光华之君 他是把日本原式物语拿来做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用我们的宣传舞台 用的超精巧的 因为他就用那个来幻景 因为那就是梦里 小说里的剧情加上现实 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调度那个舞台 你就可以想象那个 他这个很当代耶 超级当代 就是我们想象是唐美云歌仔戏团 但是其实你去了解他 他其实是走得很前面 走得非常前面 所以我们常常在笑说 这个歌仔戏是他的起源嘛 可是你要真的说他就是一个剧团 他是一个很当代的剧团 是 然后他的道具布景 其实都非常的具有当代的美学 他不会走 他不是繁复露述的 非常简约 那但是我记得上一次他真的光华之君啊 他那个木一拉开 大家看到那个 那个整个 整个舞台的布景 我就清楚的听到 所有的观众就倒抽一口气 啊 怎么这么漂亮 这么厉害哦 对 怎么这么厉害这样子 哇塞 所以你说我怎么能不推荐 他们老师的戏呢 不要说 他的舞台 永远都让人家觉得 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的不一样 那同时他在 他用了非常多年 他为他创作剧本的人 年轻人 导演年轻人 是 所以他用他的权利 在支持这些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确实也给我们耳目一新的 重要的创作 是 就觉得这个很 这个是 就是我刚才讲的 台湾应该骄傲的一个表演团体 是 我看节目单上 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很特别 是福尔摩斯 好像 而且他不是在舞台上看 他是大家要揪团 对 然后去破这个案子 是 然后 这个很特别 然后你要来买这个节目 跟多少人一个小组 好像只有开 一场六个人 这个其实是 我们其实之前有稍微提到的疫情 因为疫情的时候 大家都往线上去发展 那国外因为他们的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他们早了一点 往线上去发展 是 那我们台湾很习惯的 所谓的线上叫做直播或录播 可是在这个反而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 他们的变换的花招就越来越多 是 我们刚才在讲的这个是一个英国的团体 然后呢 他做的这个演出其实就是福尔摩斯探案 他在解一个谋杀案 是 然后呢 观众是用Google Meet 你不用到剧场里面来 你就在家或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可以连上Google Meet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是鼓励大家组团啦 因为组团可以讨论嘛 有趣 但是其实分散也可以 就是你都跟陌生人一起要解案子 也可以 演员会在Google Meet里面 跟这六个人 带着他们去走 案件发生的现场啦 然后有什么他注意到的线索啦 你可能也注意到了什么线索这样 到最终这个节目其实是要求就是希望能够破案 那因此观众不单纯只是观众而已啊 虽然不进到剧场 可是他在自己的书桌前面 他就已经进入到了演出里面 所以你不可能说你坐在那里看别人 因为我们以前都很习惯 坐在观众席 你就是看舞台上面的演出啊 但是现在的数位 希望你 就不要离开位子的跟他们一起走下去 观众也变成共创的一部分 然后 我之前其实曾经被人家问到说 看线上节目很容易分心啊 要去吃个东西啊 上个厕所呀 我就说 接下来的线上数位 让你没有空去吃东西上厕所 而且他没有广告 对 他没有广告 而且你不跟着 你就会错过他的线索啊 而且很多 线上的演出都要求观众 也必须参与 它是一种沉浸式剧场你知道吗 就是以前我们说 沉浸式剧场就到了一个空间 我们被带领着 怎样怎样怎样 那因为大家解不了疫情 这个困境嘛 如果不能出去 或他们不能来 那该怎么办 那沉浸式剧场就往网路上搬 那当然啦 他人数不太能多 那但是他的体验 会让你很难忘 是是 听起来很有趣 但是有点难以想象 恐怕要亲自去 这个参与 才有办法知道 这个戏的厉害 对 我们常在笑说 其实 这个剧场越来越走 它越来越像是一个 活生生的电动玩具 要去破关 要去解谜 要纠纵 一起来 把这个城堡攻下来 对啊 我常常在笑说 就是以我这个年纪 真的要去线上数位 玩这些 其实都有困难 但是其实对于 我们所谓的网路原住民 就是现在可能 40岁以下的人来说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简单的 所以像我刚才在讲说 我们的周边活动 这个舞蹈比赛 我们的海选 在网路上举行的 好特别 对啊 因为 看来 我觉得这个网路 改变人的生活 已经连艺术表演 这个各式各样的 都已经影响到 我们的生活 势必 势必 而且这个速度快到 接下来会用 它的速度会比 现在还来的更快 这个当然一定程度上 是因为这是世界在变 那世界在变 加上疫情推 就是推 它的 不能说推波助澜 可是疫情逼着我们 真的得想出另外一条路 那走下去之后 它几乎就没有回头 所以我们在讲说 原宇宙啦 虚拟世界啦 或未来会不会有 虚拟场馆 这个都在未来的 两三年之内 就会看到有东西出现的 所以你说大家 但我也觉得说 有些时候 大家就很紧张说 可是我要看现场 我要有那种共感 我就会分两个状况来谈 第一个 到底现场性 对于现在的 网路原住民来说 什么叫做现场性呢 因为它可能站到 它站到荧幕前面 它就有了现场性 那你说这样子的演出 或这样子的作品 会不会从而影响到 过往我们最熟悉的 那样子的演出 我认为是不会的 就是说仍旧有人 喜欢在剧场里面 跟演出者产生现场的火花 或他要的是那一种 进来你闻到旁边的人 跟你一起起伏 落泪 叹气 他喜欢的是这样子的感觉的 这些人永远都会存在 这样的创作者永远都有 所以我们常在想说 演出的形式 这些年来 其实变化非常多 你也会有 比如我们在讲 陈庆逊剧场 我们有些时候会讲说 有一些什么 比如说音乐剧场 我们会讲 各式各样 不同形式的剧场 它就是 开枝散叶 可是它的主体核心 不会因为有了 开枝散叶 所以主体一定会被取代 它会因着社会的改变 而开始有不同的比重 它不会被取代 那所以 反而 以我个人来讲说 它反而变得有趣 它那个有趣是说 你可以看到一个创作者 他如何思考新的科技 对于他的作品的冲击 那如何不失那个核心的价值 但它要能够吸引到 不一样 不一样的观众 不一样的世代 我觉得 看他们如何解这个题 有些时候是个 有趣的事情 它很烧脑 它也很头痛 我们自己在做 这样子的节目的时候 真是头痛欲裂 但是你就会知道说 它引起的共鸣 其实不太一样 那到底会不会是剧场的功课 我觉得是 它也是创作者 艺术家的功课 如果要不要跟我们再介绍一档 你觉得很值得看的节目呢 那我就要介绍 钟玉凤老师的百度之外 应该是这样说啦 因为这个节目已经延期两年了 你知道吗 它是什么样的形式的节目 钟玉凤老师 大家知道 是一个很优秀的琵琶演奏家 然后呢 我这样介绍的是 我们TFA在找音乐节目 的时候 我们常常 两天在找音乐节目的时候 其实是 我们常想找一些是 大家熟悉以外的可能性 所以 很多人看到我们这样的建筑 就会想说 我们应该是古典音乐 为我们的大宗 但是我们每一年在TFA的时候 我们就想带入一些 不一样的音乐享受 那包含 钟玉凤老师 其实就是我们一直以来 希望跟他合作的 他弹琵琶 弹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呢 他把琵琶这个音乐 我们想象中弹琵琶的 就是古典 就是国乐嘛 古典这样子 但他就跟世界音乐 世界音乐结合 所以你去听他弹琵琶的时候 你完全不会被我们传统 制式里面想象中弹琵琶 像就是我们小时候不是美女弹琵琶 这个印象很强烈 然后但他就超脱 他在技术上让你想象不到说 琵琶还可以这样弹 然后他跟世界音乐的音乐家们合作 或者你说原来琵琶是这么的当代的乐器 他让你听的时候 你会忍不住想要站起来 那个 就是 那个摇滚曲嘛 对 所以到时候他是不是一个人的演出 而是会有不同的乐器 对 不同的乐器 不同的音乐家 大家一起来合作 是 那这个我很推荐 因为我们不需要把口味 音乐厅长得很古典 所以你就觉得在音乐厅 或者是在我们演奏厅里面发生的 都会是只有古典音乐而已 是 我们多一些选项 我们把世界音乐带进我们的音乐厅里面 那我就会很推荐说 如果看戏怕看不懂 那听这个音乐会绝对没有听不懂的这种事情了 钟玉峰老师的百度之外 是我非常推荐的音乐节目 是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请到台北国家两厅院的艺术总监刘一如 为我们介绍这个两厅院的非常精彩的建筑 这个内部的城市 还有TIFA艺术节的精彩节目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去TIFA的官网 是 购票 就直接进来体验就对了 对 谢谢一如 顺便就可以看建筑 是是是是 好 我们谢谢一如 谢谢你 谢谢大家